王朵是王朵 你一看不会写了 所以这个写字 你没有这点天赋的写字 长国分内外实话要实说 Hello 大家好 我是洪麦合理员 这次巨星梅西来话 每天只要是梅西的相关消息 都冲上热手 6月15日 阿根廷国家足球队 与奥大利亚国家足球队 在北京举行了一场国际赛 当晚一名年轻的球迷冲入比赛场地 拥抱梅西二爆红 比赛场内在多名保安追逐之下 这名年轻人就好像草上飞一样摇摇领先 精彩得好像狗追鸭仔一样 追完整个球场 掉头又追了一圈 最终累到摊在足球场的草地上 被七百个追上来的保安捉着抬了出去 当时现场的观众大呼 牛啊 还为他鼓掌助兴 他奔跑了几十秒 推起了现场的气氛 给人一种很久都没有体验到的自由的感觉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这位球迷奔跑的速度 以及他个人的技巧 可以说是碾压现在的国足 建议球探应该好好挖掘一下他 说不定真的可以去踢足球 据大陆微博传出的消息说 梅西要求助理和主办方教师 不要为难他 他只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一个心愿 但是随着相关的视频持续发烤 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 在16日发布通报称 对于这名冲入球场的18岁男子 潮阳公安分局已经依法对其行政拘留 同时责令他在12个月内 不能进入体育馆观看同类比赛 那么问题来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 央视的体育频道经常会播出欧洲的球迷闯入球场的搞笑集感 为什么到了自己家就要拘留呢? 外界注意到 这场比赛的当日正是习近平的生日 有人认为中方举办这次赛事为习足授 那么问题又来了 习近平七十大兽 梅西远赴北京踢球 国足为什么不敢上阵? 这个简直是赤裸裸地欲华 不是说好抵制圣诞 堵拙崇洋离爱的吗? 关于国足为什么始终无法走向国际? 在中国大陆 体育往往和政治挂勾 并且是服务于外交和爱国主义的工具 中国前国家队游泳运动员奥运名将王晓敏曾经表示 中共体制现在已经腐败 根已经烂了 就是运动员自己真有凭着公平竞争的想法 基本的体育精神它已经不复存在了 再有好的想法也是无能为力的 讲到体育服务于外交 看完了体育我们就来看一看强国的外交 中共总理李强将好快起得法两国 开启他的海外首次行程 然而就在中共发布相关消息的前一日 德国抢先了一步释放出一个关键的讯号 这个令中共就好像喉咙突然捧着鱼骨一样 同时也让李强身负政治重担更沉重了 然而让李强头痛的是不是这些 完全没有中央工作经验的自己 如何平衡习近平的人情 长国内外的嫌疑 以及舆论的目光 并且要想解决这个地位 职位相丰收的世纪难题 李强的处境将是怎样呢 说又说了 没有三板斑他又做什么过江龙 从6月17日开始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访德国和法国 这两个欧盟最重要的国家 期间他还将出席第十一届中德经济技术合作论坛 并且和这两个国的经济和产业代表进行深入交流 在周四 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李强的欧洲之行后 说李强总理上任后首访选在德国 充分体现了中方对中德关系的高度重视 汪文斌还表示 面对国际局势动荡 全球经济复苏法力等 中方期待 与德方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中德关系 并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 维护国际和平稳定注入正能量 尽管这是李强今年3月出任 中共国务院总理后的首次出访 不过这个时机似乎不是很吉利 因为就在北京宣布李强访问的前一天 德国联邦政府先发制人 首次发布了《国家安全战略》 里面不单将俄罗斯列为欧洲最大的威胁 而且 鑑于北京正试图利用其经济实力达成政治目标 德国亦呼吁 不要给中共好面色看 这份战略报告里面明确指责北京 寻求利用其经济实力达成政治目标 并谋取地区霸权 从而对地区稳定和国际安全构成 越来越多的威胁 除此之外 该战略报告还将中共定位为 德国的伙伴、竞争者和系统性的对手 路透社在报告中指出 自从俄罗斯去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 德国的外交从注重经济利益 转向了更强调国家安全 德国总理索尔茨也在记者会上表示 在如何处理安全政策方面 我们德国正在实施一项重大的变价 从单一军事战略转向综合安全观念 其实在这份战略报告公布之前 还有这样一个背景 在上个月 索尔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 以及其他七大国工业集团 国家元首或者政府授论 在日本广岛举行峰会的时候 曾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 强调七国和中共国经贸交往中 采取去风险的共同立场 这项举措当时就遭到北京的反对 而德国这份新鲜出路 为中共良心定制的这份安全战略报告 更令到北京全身不自在 北京当然就不会赞同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中共驻德大使吴肯在大使馆内部 一封通讯里表示 去风险的说法具有破坏性 我们非常希望德国对中国 采取合理的立场 反对任何的分离或疏语 因此媒体分析 中共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而李强访得的任务之一 就是使经历了三年的防疫风控 在国际上陷入孤立的 黑人争的中共重创经济 重新吸引德国和其他外国投资者 重返中共国 要知道 德国是欧洲对华投资最多的国家 其中 长期主导德中贸易关系的一个领域 就是汽车工业 据德国商业日报《商报》报道 据汽车保险登记记录显示 去年在中国销售的所有电动车中 只有2.4%是大众汽车制造的 而宝马和梅塞德斯制造的 甚至连百分之一都不到 或者更令人不安的是 比亚迪和蔚来等中国品牌电动车 正在进入德国市场 对德国本土的车企构成威胁 虽然中共的鱼以算盘是 德国便宜再卖个乖 但是德国就越来越不好 有专家指出 安全战略中提到的 有关中共的措持映示 柏林对待其最大贸易伙伴的立场 正在变得越来越强硬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 中国分析研究中心的 中国问题学者绿克警告说 儘管法德是北京的主要合作伙伴 但现实情况是 法国企业对中国市场的幻想破灭了 中法经济伙伴关系的长期前景 充其量也是暗淡的 在2021年的一次民意调查中 法德受访者对中共的看法相当负面 只有31%的法国人 和33%的德国人 将中共视为伙伴 而50%的德国人 和41%的法国人 将中共视为对手或者敌手 这样看来 要想达成这次任务 李强可以说压力不少 《纽约时报》指出 要重振中共国经济 就需要恢复因新冠清零 科技和房地产被打压 而受到重创的信心 而德国就是李强向国际万向的第一步 但问题是 李强因操作过上海封城 本身就令人讨厌 他能够利用这次机会挽回一些形象吗? 李强在担任总理之前 完全没有在中央政府工作的经验 但由于他在浙江曾经担任过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的办公室主任和秘书 后来就成了习近平的心腹 从他这次上任 我们可以看到 李强处于一种紧张的关系中心 一头是习近平强调共产党对社会的威权主义控制 因为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总理的职位已经遭到削弱 另一头是支撑中共崛起的自由市场和亲商政策 现在摆在李强面前的一大问题是 他是否能够像当初那样 在规模少得多的省级政府担任高级助手那个时候 与习近平保持密切接触的同时 也在北京获得自己的影响力 可以说 这些紧张的关系如何发展 将决定中共国的经济何虚何种 研究中国政治问题的副教授吴木联说 李强只是关注国内的民生问题 而几乎所有的其他事情 还是习近平说了算 不过 即使在这个有限的职责范围内 李强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日经》亚洲评论的资深编辑中泽刻意赞文分析 李强上任后压力很大 他虽然有习近平的信任 但堵住很高 第一 是必须面对中国的经济不确定 即使是5%的增长目标 也可能并不容易 除了贸易下滑之外 国内制造商将生产转移到海外 由于与美国的关系恶化 而难以获得高性能半导体 也将阻碍增长 关于这一点 李强在人大闭幕首次 总理新闻发布会上 就持悲观态度 因此 如果中国达不到5%的增长目标 李强的执政能力很可能会受到质疑 习近平也可能被追究提拔一名 亲近下属的责任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欢迎你订阅、转发 以及在留言区和我们互动 也欢迎向我们爆料 透视长国内外 气说民生百态 朋友们 红某俠跟你下期再见 开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